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冬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演出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梁珍 我是在前年的时候 姐姐送我一本《超级生命蜜蜜》 在童年的10月份 我参加了一个爱远感恩分享会 听到Standy说死马当火马蜜这句话 我的头脑就亮起一个灯泡 那你就觉得好像有解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有很多跟大家一样的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我有时女的问题 第二个我有波西之间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个人内心纠结的很多的事情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一个魔鬼班上 就是只是在管控我日常生活作息 任何NG 任何什么 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纠正 我的一个老公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进入超级学习之后 就是先加入一个风扇精英会 十方姐的一个补书会开始学习 然后一开始最大的收获 第一个收获就是我的10年 竟然真的就改善了 原本三四年的一个 我只要大概两点或三多 一定会醒来一次的 然后就是然后后面就一直睡不好 大概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 都是一直睡不好 然后失眠就是问题就已经 那个策语改善 然后后来就是 再来就是那个火星的问题 也是随着就是我们在超级 就是也步骤一二三 然后其实也没有说很针对婆婆的问题 但是不知不觉真的很慢慢觉得 看到婆婆真的开始也改变 对我开始额颜月色 然后也不再有很多以前 不然以前她因为也是哭过来的 然后可能就会延续过去的 她虽然心里不想 可是她就不知不觉就会延续过去 可能她婆婆怎么对待她 或就会怎么对待我 然后那个问题也改善 然后以前也不会有什么聊天 根本不可能 然后现在也可以开始 就是有一个对谈 然后聊天什么 就真的很像一家人 然后我最近我就是真的有一个感悟 就是像跟婆婆之间的 那个关系改善 其实不只是帮助了我自己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帮助了婆婆 改写她原本命运中 那个也是那个婚姻 那个波形 不好的那个beta 好像改写了好像比较好一点 然后让我们可能来世 你的生命地图 如果再相遇 那是不是以后 就会大家相处得更融洽一点 其实也不是帮助我 你看我们这样子 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但其实不只帮助我们 也是帮助改写 忍治彼此的一个生命地图 然后再来就是去年 其实也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我先生就是有参加就是很 那个科技的什么虚拟货币的投资 有一阵子就是在流行这个 然后我先生就是进入 就是加入这个系统 然后开始就游说我 就是也来投资这个 因为他有投资一个月 他发现真的是 那个破例真的很不错 然后就游说我 然后一开始我是先加入 就是几万块 像我老板试试看 因为其实也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太对 因为利息太高 其实觉得有点鬼 有点古怪 但是先生就觉得说 那个就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先几万块 然后在下隔月的时候 先生就觉得他觉得真的放心 就游说我大概十几万投入进去 然后我就真的 哦好有先生说什么呀 我就哦好 然后投入进去后不到半天 然后就只有再几个月 然后完全垮了 完全领不到钱 然后我先生我们两个真的 加起来的钱 真的大概五十几万就这样完全没了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之后 我开始在想说 好像也是因破得福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另外与其就是浪费这些钱 那我什么 我把这些钱花在成长 我灵命的成长 热拉斯维加斯团 不然以前我根本联想都不敢想 因为我老公那一半一定没办法过 他一定就是说不行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想说 也是我也想参加热拉斯维加斯的团 这个团 然后一开始我先生他也是说不可以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但是就是后来可能就是我先生 因为他要害我投资十里了 就损失了十几万块 然后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关于他 我是很庆幸 很庆幸他没有连累到其他人 因为那个可能就是要拉下限 大家投资他可能 他赚的平利就会提高 我很开心的是他只有拉到我一个下限 所以他没有那个业务 你业务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拉到我一个下限 没有拖累到其他人 所以这是我很感恩的地方 就是没有连累到其他人 也或许是因为在我都没有责怪他 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要参加拉斯维加斯团 我发现他好像没有那么力道那么强 对的力道没有那么强 然后看他没有力道没有那么强 我当然就可以进攻了 他可以开始再更进一步 然后我就死不死要说 我想要参加参加 然后后来就 后来好像都可以的 然后可是虽然可以 但是先生就是说 要我后续什么换钱 他就是一步帮忙 就是你一定要考你自己 我就说好 没关系 就考我自己 然后但是神奇的是昨天 就在昨天 然后我就跟先生说 那个我可能就是要付现金 然后我倒要去银行换钱 但是就是我可能把他请假什么的 然后我先生乱见就说 你去银行换钱 那个利率比较高 可以在那个网路 他就是用那个好像什么 什么体判卡直接换 然后直接提令就可以了 然后说他那个怎么用 他说那个交给我 他就帮我弄好了 然后弄好之后 然后就是帮我处理好 然后我也不用请假了 然后后来又不犯金 又跟我说 不然我再去帮你银行好了 没有就是弄到后来就是 我完全就是坐在床上 然后他就一直帮我处理处理 就全部都处理好了 然后今天还是要 那刚刚那个今天领前出 好像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先生就说 没关系他礼拜 我再去银行问看看 但是他就会帮我办好 一切都是就是帮我处理好就对了 对啊 然后就觉得真的很感恩 觉得以前真的如果参加美国团 真的是一个有不可及的梦想 然后结果一竟然就是这样子 就是不知不觉也不晓得 你怎么搞的呢 所以原来从原版根本不可能到现在 哎现在还报名了两期 哇 所以他整个就是很有顺利啊 所以他觉得 虽然想一想就觉得好像还蛮不可思议的 然后再来我想要再分享一个就是 刚才有听到一个第一位 一个唱马佳人他说那个唱感恩寺巨记 我就觉得那个送那个什么就是唱感恩寺巨记的一个分享 我也觉得真的很受用 因为我有好几次就是做拆啊 就是唱手会烫伤 然后有时候比较轻薄 我就唱个感恩寺巨记 他真的就会不会痛 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烫伤真的还蛮严重 就烫到我觉得我真的很痛不痛 我就一直唱个感恩寺巨记 但是手还是会很似痛 我就拿着冰块负着我的手指头 然后跟先生去吃饭 然后沿路我就一直唱着感恩寺巨记 然后一样敷着冰块 然后还是一直混着似痛 然后我拿那个看着手指头看 你好像快起水泡了 就跟先生说 你看我这个好像那个手指头好像快起水泡 然后说你又唱啦 反正就回去就看要怎样敷药也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一直唱感恩寺巨记 然后就把那个冰块敷到融化为止 然后回去之后就是 坐着我一个事情我就忘记这件事 可是到晚上之后我发现 好像手指有烫伤 所以他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原本那个水泡也消了 原本那个完全消灶 然后我觉得这个唱感恩寺巨记 其实真的是这个很有效的 对啊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草马真的是很幸福 就像那个第一次归第一次讲的 好人生那个最难得的不是一个 那个不是奋斗 就是抉择吧 你看我们到 大家其实都是有一个很正确的抉择 才会在这边 然后一起奋斗朝下更美好幸福的未来 这就是今天我的分享 谢谢